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自动控制的一个意义 第二个部分是操纵与自动控制的一个说明 第三个部分是操纵与自动控制的一些实力说明 第四个部分是沿线符号与心脑流程图 第五个部分是心脑流程图与实力的一个说明 而本课程主要要针对操纵及自动控制的一些意义 当然这里面我们也针对它一些专有名词的一些定义 我们要做一个名词上的一个说明 另外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来说明什么叫操纵 什么叫自动控制 操纵与自动控制 经为发生于仪器 机器 设备或生产线等 有限的系统内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 它促使系统内的物理量与化学量 依人民所设计的就是需求的规律 或方式来变化或维持定值 以达到人类一起的一个结果 像我们控制温度要几度 这个就是维持一定的值 那我们举一些有关操纵的一些例子 或自动控制的一些例子 先做一个开场白 那在操纵的例子里面 像自动门用脚踏板 台下即微动开关 再有中央压下时通电 使电动机也旋转 而机床动机构 将门来打开 这是一个操纵的例子 因为要人来碰这一个所谓的微动开关 那电锅的酸金属片温度感测器 在电锅中的水分漆化完毕的时候 温度上升至某一个程度时 是接受器跳开 切断电源供应 或调至接通保温的一个 较小的一个电流的一个线路 这个也是操作 因为我们电锅大家知道开关搬上去 它才会开始做 做完就跳开了 你要再做第二次的 还要再切换一次 也就是说我们要连续去操作它 那自动控制的一些例子 这样光电晶体在较弱的照度下 接通电源使电灯亮 当照度超过我们设定值时 则切断电源使电灯熄灭 这种情形就是我们路灯 路灯也是同样的严厉 第二个 自动导向的灰弹发射后 感受目标位置 修正自己的寒线 追踪并极弱我们主要追踪的目标 这个也是一个自动控制 那电冰箱里面的温度 经由温度感测器及控制器的开关 来控制它的冷冻机器 维持冰箱里面的 在我们的一个设定的温度附近 再做一个冰洞 这个也是一个自动控制的一个例子 我们将原件认为是 或是把它定义成传输原件 一个传输原件 具有一个或多个输入量 它传输的也是有可能是一个 或多个的一个输出量 那操作或自动控制的过程中 传递特定信号以作用的路径 我们称为作用路径 在作用路径上传递的是信号 我们也可以称为它自己给它资讯 信号为代表另一物理量 或化学量的一个时间变化的一个情形 就像流经一个管道的流体的流量 为华开度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流量就是一个信号的仪式 水塔中水位为流量的表象 那个水位就是我们要控制的一个对象 浮尘子的位置是水位的一个表象 那浮尘子的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控制的对象 水云开关计 水云温度计的水云柱高为温度的一个信号 就像我们的量体温的这个温度计 它是水云的 它的高定义就代表你体内的温度的一个大小 摩斯玛的顺势为所传递电影的一个信号的一个顺势 转速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为转速的一个信号 它对你的就是转速越快 电压输出越大了 感应式位置感测器的输出的交流电压 为角度位置的一个信号 那角度位置就是一个信号的一个输出 在操纵以制动控制时 通常都是让组件以设备的部分 受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影响 就比如传动机构的输出转速 必须以输入转速所希望的比例关系下来的运转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500RPM 它就一直给我维持500RPM 这个是一个比值的一个制动控制 子流马达的转速 需不管负荷如何经保持已知值 叫做定值制动控制 因为你马达有可能驱动的负载是变动的 那我们要控制子流马达的转速为一定 所以它的负载的改变 它要维持一定的一个转速的输出 当然负载会影响到它的转速 热处理机的温度 需以每小时升高 像150度K的树立上升 至550度C 那维持550度C不变 三小时之后 再以每小时升高120度K的树立 升高到900度C 维持900度C也不变 四小时之后 以每小时50度K的树立降至常温 这个我们称为叫领导自动控制 因为它维持 它要根据我们的规划的一个程序来做 这是我们称为叫领导自动控制 那第四呢 造纸机的卷取的驱动马达的转速 会谁以卷取的直径的增大而变慢 因为它一定的拿了量 而且马达的一定要越来越慢 或者它的这个卷子越厚的时候 它转起来 因为整个周边产能变大了 所以量会变大 所以你跟着这个纸巾越来越大 你马达转速编码才会一定的 这个直径的一个速度 才能够保持一定 地对空飞弹在发射后 锁定目标 飞马目标机而机尾 它是一个跟随的自动控制 也就是说 它把底机当做它要跟随它的一个目标 单人机先车销外进两次 就是再修平面一次 然后修内孔一次 后停止 就是瞬息控制 瞬息操作 它就这样做 它还没有回收心 它就一开始 就是这样做一个动作 从屋座 空气调节机从上午八时启动 维持室内二十一度吸不变 那下午五时停止 它是一个定时定时的自动控制 那定时就是从八点到下午五点 那定时就是所谓的二十一度吸 就是一个维持固定的温度的控制 在所有的操作或自动控制的组件中 所依影响的物理量或化学量 存在的那一段作用路径或设备成为区间 如属操作 则称为操作期间 如属自动控制 则称为自动控制期间 在期间中 我们所要影响使它 合宜所希望的物理量或化学量 我们称为操作变数 或者控制变数 划出操作命令信号 或控制命令信号 是期间中的操作变数 符合期望值的设备 我们称为叫做控制器 接受控制器的命令的信号为输入 用以控制输完期间的 能量流入或质量流 以使期间内的控制变数 达到所预起的一个设备 称为调整组件 或者最终控制引件 或者所谓的启动引件 它的输入或输出 称为调整量或调整变数 调整变数呢 一个最大的变化范围 我们称为调整范围 也就是说它可以控制的范围 操纵与自动控制 所欲影响的物理量或化学量 也就是能物量 我们所期望的设定值 称为应有值或长稿值 或者叫设定值 例如当控制变数温度时 维持至20度C 或是所谓的 我们一般设定人 都现在设定做在26、27度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设定值的部分 空置误差 应有值及领导值 可以任意设定 或经由特定安排的仪器设备来给 那空置变数呢 实际的输出的值 我们叫石油值X 那什么叫空置误差呢 SW会用1来表示 也就是说石油值X 与应有值之间的一个差 用下面这个4值 我们来表示 这个叫做空置误差 好感测原件 若一个原件 人家测定的空置变数 石油值 转变为空置器所需要的信号 称指原件为感测原件 或叫做感觉器 或叫做简直器 因为这个是欢迎的问题 一般我们就用感测原件 比较多了 如果感测原件 所良度的物理量 以它的输出的载信号 因此不同 也就是单位不同 时候 即微同类的物理量 则此感测原件 我们另外给个名字 叫做良度转变器 那当然呢 我们呢 根据量测值 跟我们参考值 当然希望 单位一样才能过参考 跟比较 也就是说 良度转变器 也就是说 要把不同的单位 转成呢 我们参考 可以比较的一个单位值 那扁克城呢 针对操作 与自动控制呢 他一些所用的名词呢 做一个说明解释 当然呢 在这些之前呢 我们呢 先举几个操作 跟自动控制的例子 来说明 什么叫做操作 什么叫做自动控制 这是我们参考 这个内容的重点 好 谢谢 这是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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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大家看 看一下 感谢观看